六個鄉好山好水 有向旧的主人景觀和生態 期間威脅未婚開始是火金庫出現的規則 他們做六個鄉公所 約結合如由渡南開水協會 代代是驗人 紅紅椒和紅燈等幾 來幾月開辦一個看火金庫的渡南團 美國民眾來到六個撤頭的時候 過得欣賞到火金庫 不過這個外國的名字很優惠 有興趣的民眾就要包含時間 趕緊報名 外民眾所看到一隻還有一隻的火金庫 就出現在六個鄉的暑白天 也是當地四月份開始 晚上常常看到的景色 也因為火金庫全都要來了 六個鄉公所就結合在地觀光學會 跟各黨委來幾位慶賞火金庫的路線和導覽團 路股鄉的營火蟲祭在試驗家開始 目前已經陸陸續續在山生園區 在彩子溪橋已經有看到一些營火蟲的蹤跡 我們今年還是跟往年一樣 我們結合了台大還有鳥園 以及路股鄉觀光產業促進會 以及一些民宿業者 我們路股鄉的導覽解說協會 來做配合辦理這一次的活動 而且主辦單位還準備了DIY 要來給家長和小朋友提供 那我們今年的賞營活動 主要是集中在四月份的十三十四號開始 一直到四月份的最後一個月的週末 四到六場的賞營活動 會分別在平日跟假日有舉辦 除了來賞營之外 鳥園還會再安排一些DIY的課程 然後讓親子可以一起來體驗 營火蟲的生態 還可以帶一些小禮物 或者是一些紀念品回去 除了這樣的活動以外 我們還配合在地的觀光促進會 就希望我們溪頭 除了可以開放夜間 可以一起來賞營 所以配合我們太極美帝的協會 一起到溪頭 就是團進團出的方式 可以開放夜間 讓民眾也可以晚上可以到溪頭裡面 去做賞營的活動 也因為興奮火蟲的地方 大部分都比較暗 在處也要提起民眾 興奮是不能亂走 竟然不能去破壞環境 以及叫了到附近機民的生活 做一個高品質公民受用的人 來快快樂樂興奮這個美麗火蟲 記得零算差不多